中逼轎车从路边行驶到车道 执行离开看似一切正常 但其实驾驶是偷车贼 车上甚至还有一名13岁少年 他只是在这边讲说 他车被偷了 可能被偷掉了 那我就帮他报案 重回偷车现场 警方监视小组 正在踩正一台脚踏车 疑似就是嫌犯的脚踏工具 他车上有小朋友 然后我说你赶快打小朋友的手机 然后说他没有人接 事发在台中北区玉彩北路 十九号中午十一点左右 一名妈妈开车载着儿子围停在路边 为熄火就把小孩跟车留在原地 这时偷车贼出现 强行把车开走 一度想把车上寿年赶下车无果 最后是离约一百米左右 强势将寿年驮下车 十三岁寿年被丢在原地 最后是好心民众发现 将人带到附近的派出所 见四周无人 方才下车将南童拉下车 对于窃取车辆行为 及对南童之强制罪嫌 已展开积极查气 才下车一会车子被偷 连童小孩也不见踪影 妈妈吓坏心急如焚 所幸儿子毫发无伤 找回儿子 但自驾名车下落不明 警方追踪行车轨机 追捕偷车贼 三续洋经线专台中采访我的